很清耶 很清澈 因為它會淨化水質 豐富植栽氯液 新北市的藤寮坑溝經過整治 水變的乾淨也帶來更豐富的 水生動植物生態系 藤寮坑溝 以後藤漫爬上去 然後漲上去就會變成 一色亮平 藤寮坑溝第二期工程範圍 全長800公尺 從中和區的嘉慶橋 一直到土城區岩崎橋 二期工程範圍內 出現的物種已經有96種 包括紅冠水雞也在那邊煮草 還原後代 翠鳥 虎色鳥都回來 然後鳳蝶 比較新奇是上游也發現了螢蟻蟲 請啟動 現在進來找回河灘生命令 藤寮坑溝整治工程 是全台第一條 將三面光取牌打造成 貼近自然河川的溝渠 配合環境式做工法 在溝渠兩側行人步道 也設置爬藤植物和座椅 成為在地居民最佳的 運動休憩場域 人民的小事往往是政府的大事 所以有時候一個都會形態的 一個溝渠的改變 但是水環境變得更好 我們要全力的推動 藤寮坑溝第三期整治工程已經展開 未來這條長達兩公里的 清淨自然水域 將為土城中和市民 帶來截然不同的城市風景 東森新聞王震宇 蕭景雲在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好